這個數字分別是升了11.59 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根據房屋條例283張 每一次每兩年加租的時候 最高只可以加一成即是10%的頂的上限 所以換句話說根據今次這個措施 應該就是最多可以加租一成 接下來我們下星期房間會租房屋小組會有會議 我相信都會討論這個問題 有關資料亦都說 今次加租的實數大約的數字是多少呢 如果由34元加到100元的住戶大約是三成 如果由34元加到250元的住戶大約是七成六 如果是300元以下的住戶就佔了九成 那純粹在加幅上數字上呢 我自己覺得都是一個叫做預期之內的數字 因為始終根據那個數據 那個人工加幅是去到11.59 是只可以加到上限10%而已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有保障 那到回頭這麼說呢 有幾點我想回應一下 第一就幸好當年2007修例的時候呢 立法會或者各黨派呢 包括我們外面一些民間聯席呢 發揮了一些功能 當時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議呢 就是說一定要加一個cap 加一個上限在那裡 如果沒有呢 假設那個經濟數據是向上揚的時候呢 公屋租金呢 可能是無憂之地呢 複息加上去 那對於基層市民應該就很大 尤其是呢 大家都知道 這些統計數字呢 都是無論用什麼形式 你用中位數也好 用平均數也好 就是說大約一半人呢 是低於這個數字的 高過的固然是負擔得到的 低於那些點呢 我們要知道 供應房屋照顧的 就是最基層的市民 那我覺得幾百萬的市民的福祉呢 有個這樣的cap在那裡 有個上限呢 似乎呢 今次也看到呢 發揮了功能 就令到家福不會太激烈 那第二點呢 就是我剛剛提及過 統計學上的問題 雖然我這樣看呢 基於法例 這個數字呢 是應該要進一步 給統計處處長確實的 那我就不太擔心出問題的 但是這個就 不是那個數字出問題 反而是任何 這些統計的方法學 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總有一半的人呢 是不是達到這個水平的 那那些人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 考慮到要照顧 基層市民的話呢 這次的數字加了10%呢 我覺得另外要應對的就是 在困難戶的措施那裡 要平衡一下租金加租的需要 以及照顧公屋裡面 收入比較低 經濟環境比較困難的住戶呢 可以做些功夫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 在困難戶政策做些改革 根據現在的舊做法呢 只要加租 任何住戶的單位都要加租 就算現在我已經申請了困難戶 即是說我的 其中一個條件 例如我的收入 就是佔了房屋處指定收入一半 那我可以減租一半的 但是就算我是這樣的狀態也好 根據現在加租的做法呢 如果我的單位是一千元租 根據現在的措施呢 我是減了五百元 我只是交五百元租而已 但是加租之後呢 就會升到一千一百元租 那我就要交五百五十元租 其實這個是有少許諷刺的 亦都跟政策員有些背道而馳 你是基於它的負擔能力水平 給予它一個困難戶的身份 跟著呢就凍結了租金 如果這個困難戶 那個狀態沒有改善 依然是回到困難戶那個水平 為什麼不是凍租呢 為什麼要僵化地 根據那個機制就要加租 不過加元減回一半 加元減回一半 都是加租的 對於一個困難戶的住戶來說 這個幅度是一樣那麼大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少許諷刺 和不合常識的 不合和緻的 那我建議房屋處呢 在今次加租的做法裏面 平衡一下 在統計學裏面下半的居民的需要 尤其是困難戶 我希望在困難戶政策裏 他做一個凍結的做法 只要繼續符合困難戶那個水平的住戶 他的原租金應該不變 務求讓他的租金水平是不用增加 亦都合乎到政策的原意 亦都是較為公平的 這一點是我的建議 我建議房屋會提供 我建議房屋會提供 消費的幅度 然後讓他們全都要 提供均勢的 其實不可欠的 所謂 對他們的法律 人們正當不喜歡 所以要提供 每個人的市場 都要提供 所以我认为是比较好准备 在同样的位置 谢谢